大家好,我是主婦的カズ 今天我來買便當的東西 因為大家說想看可愛的便當系列 我喜歡的便當是這樣或是怎樣 一點都不可愛 但是我來做做看 大床白貨有很多可以用在便當的東西 因為我們家通常的便當都放在保鮮貨裡面 直接在最上班 所以我們家沒有這麼可愛的東西 我今天做怎樣的便當? 看起來一個吃不飽的便當 開始做 首先準備便當貨 我為了拍影片買了便當貨了 這兩個便當貨是很一般的大小 我國中式也吃這個大小 真的吃不飽20 小朋友吃的話好像剛剛好 這個便當貨是兩整的 這種便當貨的話 菜典範可以分開裝 這個便當貨可以微薄 日本一般的學校都沒有微薄 都吃冷掉的 我的國中沒有冷氣也沒有微薄 但是有很多的不良 好,那我來開始切蘆筍 這個蘆筍等一下用培根捲起來 所以你切可以捲起來的大小 切大一點的話 放便當貨的時候放不下 所以小心一點 日本大部分的學校沒有睡覺的時間 學生都馬上吃完便當 就瘋狂的完 然後上課時間不小心睡著 這個是睡眠學習 真的沒有用 好了,入睡結好後 用北宮包起來 什麼北宮都好 我這次用的是好市多買的北宮 如果沒有北宮的話 火腿也可以 然後北宮包起來後 用牙籤固定 牙籤很淺 所以你要小心一點 如果你家裡有可愛的牙籤的話 應該小朋友也會開心 好,擦好了 下一個是切五花肉 這個也是好市多買的肉 豬飯的味道比較甜 很喜歡買 這個五花肉要做成 薑草豬肉 通常多切大一點比較好吃 但是這次放在便當 所以切小一點 接下來準備玉籽燒 我覺得便當的話 甜一點的玉籽燒比較好吃 所以我做甜一點的玉籽燒 很多日本人不能接受甜的 但是我喜歡 每個家庭的調味都不一樣 我平常都放砂糖、味醂、水、白醋 還有彭大酥 這個味道真的很好吃 很推薦 但是如果你不喜歡日本的口味的話 放自己喜歡的調味料也可以 調味料都弄好後要過濾 這個不做不做也可以 但是過濾後的口感比較好 其實我也通常沒有做這個不做 但是我正在拍影片 如果沒有做這個不做的話 我很擔心台灣的不良過來凶惹 如果不想讓自己的小孩當壞人的話 不要忘記這個不做 但是我通常不做這個不做 是不是我的老婆怪要 好 好 好 接下來炒豬肉 做三小豬肉的步驟是 先炒豬肉 再加薑汁 如果先鹽肉的話 豬肉會變硬 你喜歡軟的肉的話 不要先鹽肉 原因是薑汁裡面有鹽分 先多芽的 什麼什麼 我科學給中文不好 你幫我查一下 然後出來的油 用藏金汁洗出來 然後加薑汁 薑汁的調味是 砂糖、米酒、味醂、醬油 還有薑膜 你也可以找自己喜歡的比例 如果你喜歡蒜頭的口味的話 薑膜換成蒜末也很好吃 但是日本人平常很少吃蒜頭 吃蒜頭以後 喝醋有蒜頭的味道 這個不禮貌 尤其是上班或是約會的時候 很容易被討厭 是不是很麻煩 但是我無所謂 想吃就吃 好 醬汁大概三分之一的時候就做好 接下來是它 它很簡單 直接放在冰底鍋 開中火 煎一煎就好了 擦一點點胡椒鹽就很好吃 台灣的好市多也有賣胡椒鹽 胡椒鹽真的很好吃 因為裡面有味精 胡椒鹽是日本人最愛用的調味料之一 配功兩面煎好後就做好 接下來做柚子燒 接著中間換一片海苔 它是之後一片的 如果你家有很多很多的海苔的話 你也可以換很多的海苔 柚子燒中間換明太子 其實也很好吃 但是這次的味道比較甜 所以海苔比較適合 因為這個海苔沒什麼味道 換不換沒差 好 柚子燒也做好了 這次的便當菜準備差不多了 下一個是年飯糰 我來用在大裝白貨買的這個熊熊 把飯放在裡面搖一搖 就可以做好熊熊形狀的飯糰 太可愛了吧 我今年32歲 今天也把熊熊的娃娃睡覺 對這樣的我很適合的飯糰 我決定今天要包這個熊熊睡覺 如果夢裡面出現白飯的話很辛苦 接下來切海苔 海苔的這邊都要剪 等一下比較好包起來 用保鮮膜包起來 放一下下就有熊熊的形狀 已經看起來很可愛 好 那開始做臉 這個是老婆做的臉 我們照著熊本熊的照片做飯糰 那我也開始做熊本熊 臉是起司做的 可以吃的材料的話什麼都好 做好了很可憐的熊熊 嗯?這個是熊熊嗎? 我印象中的熊本熊是怎樣 應該一模一樣 大小也很剛剛好 好 那剛剛做好的菜都放進去 日本的媽媽每天做這樣的便當真的很厲害 日本超市有賣很多用在便當的連動絲餅 日本的連動絲餅非常好吃 你來日本的時候可以吃看看 好 如果你要放番茄的話 番茄地頭要拔起來 卻是為了入營 所以留下來了 有沒有地頭 番茄細菌的食物真的差很多 所以小心一點 好了 做好便當了 這個是老婆做的便當 中間有熊本熊 然後有煮燒 北宮還有蒸草豬肉 日本的便當的印象是這樣嗎? 好 接下來是我做的便當 我是兩針 兩針也其實沒有很多 所以真的是吃不飽 上面是跟老婆一樣的菜 然後下面是她是誰 她看起來想說這句話 拜拜 拜拜 那麼這句話 我們就回來了 我們去聽吧 我們是要更多的 所以我們都會知道 深入味道